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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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Shenna 大家都可以叫我子愿 欢迎大家来到帕龙脱油资讯频道 今期要跟大家带来的是 帕龙19年第五期的脱油资讯 下面让我们看看本月有什么新闻 下面让我们看看第一只新闻是什么 这是一款由我们拍玩具原创的游戏 它叫做点心道 这款游戏是一个 2-5人进行的实事合作类游戏 在游戏里面 玩家作为在茶楼打工的生仔 需要在忙碌茶楼里面 将好吃的点心 送到各位客人的桌上 这班客人是非常无耐性 所以你需要非常注意自己的上彩速度 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还准备了各种荣誉项目 等大家去达成 完成之后 大家就可以拿着我们 事先唯有准备好的贴纸 去跟游戏的盒上贴上 别测出一副 以来独一无二的游戏 这款游戏是在拍龙玩具 举办的原创设计大赛里面 胜出的那一款原创游戏 在经过一班修整和美术交工之后 我们预计将会在2019年的艾森展上 和大家见面 这款游戏的设计师是大陆的原创设计师 你的游戏最终季已经开播了 至于我觉得每个星期更新一集实在太不够看了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中文版冰与火之歌战棋 游戏的新抗战都上市了 快点来为你的家族 贴一份战力吧 最新一波抗战 我们和大家带来了12个抗战 其中包括了守夜人的入门套装 在最新的抗战里面 守夜人是有4个抗战 其中包括了守夜人的入门套装 接着就是守夜人细炎帝兴 守夜人蝎子奴炮 守夜人游骑兵猎人 然后Stark家族有3个抗战 第一个是Stark弓兵 第二个是Stark安帕抗战士 第三个是Stark安帕大虎兽 我们南米斯特家族都有3个抗战 第一个是南尼斯特火术士 第二个是南尼斯特魔山布下 第三个是南尼斯特海岩城骑士 最后有2个中立的 中立的波顿野种母犬 中立的波顿魔皮者 騎兵 让我们看看第三个消息 这是一款让大家期待了很久的游戏 它就是火球岛 火球岛魔卡这组就即将和大家见面了 在这个游戏中 玩家需要冒险乘坐直升飞机 前往火球岛探险 在火球岛上尽可能获取宝藏 和拍摄照片已获得分数 当自升飞机回来接龙岛的时候 哪个手层的宝藏和拍摄照片 获得分数最高 哪个就赢得这个游戏 我们很高兴可以为火球岛这款 这么经典的卓游 制作新的版本 同时我们将会让它比原来的版本更好玩刺激 我们将它的島嶼变得比原来更大更高 火球的小猪的数量也更多 等探险者探险的时候不得不匆忙地逃生 和大家带来更加刺激、紧张的体验 下面让我看看第四则新闻是什么 这是一款关于福尔摩斯的新游戏 它就是福尔摩斯探案 莫里亚地的天罗地摩 这是一款合作推理游戏 在游戏里面 玩家扮演福尔摩斯和他的伙伴 大家轮流地从一些版块都抽取一些版块 通过放置线人线索和地点等证据、版块 去建立一个个案例 想办法将莫里亚地和墙上的案件联合起来 第二主要是莫里亚地教授 每回合都会执行一些事件来干扰大家的行动 如果大家顺利地解决了墙上所有的案件 那大家就赢了 但如果大家都被莫里亚地绑架了 那大家都输了 不过我相信正义中与你同在 这么好的一款游戏 大家一定不能错过 下面等我看看最后一只消息 今年十月份 我们的黑白棋世界比赛 将会在香港举行 在世界比赛之前 我们每一期的彩虹资讯 都会和大家带来 关于黑白棋的小分享 那今期的黑白棋小分享 是关于 Avella和Reverse 究竟有什么不同 下面等我们一起看看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Avella 叫做Reverse 但事实上 它们两个不是同一个游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因为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因为它们都是由黑棋和白棋组成的 真正的Reverse 黑白棋 可以追索到19世纪80年代 它是由英国人发明的 在英格兰道短暂流行就起身 但后来似乎很快就消失了 而Avella 是由上世纪70年代 日本人长谷书五落 根据沙士比亚名剧 Ovella 这个名字 而创作命名的游戏 好像我们之前说到这样 Ovella和Reverse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它们都是由黑棋和白棋组成的 Ovella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每粒棋 都是由一面白色一面黑色组成的 在玩的时候可以互相翻转使用 而Reverse呢 是黑棋和白棋互相分开的 用完就没有了 但关于行动方面的不同 Ovella是拥有 如果对手不可以行动 那它这个回合就pass 让你可以有多一个回合可以行这个规则 而Reverse呢 是大家都没得动 那就游戏结束了 好了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黑棋的资讯 请迟早关注我们拍龙玩具 今期的拍龙最后资讯就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咱们的拍龙 有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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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